親愛的阿爸父神 你是我們的牧者 我們必不自缺乏 雖然我們曾走過十一的月步 但感謝你 引領我們 使我們的靈魂甦醒 讓我們能坦然無懼地來到你的詩恩寶座前 用西林城市來尋求你 來敬拜你 雖然這個道路充滿挑戰 但風浪讓我們的心靈更堅定 因為我們知道 你時時刻刻與我們同在 你陪伴我們度過每個祕境 主啊 我們要敬拜你 我們要安靜我們的心來請聽你的話語 我們要永遠住在你的殿堂來感謝讚美你 以上禱告 奉主耶穌基督之聖尊以求 Amen 好 那今天我們來念主導文 好 我們一起來念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遵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子弟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 免我們的贊 如同我們 免得人的贊 如同我們 免得人的贊 Amen 好 那我們接下來 一起再來念我們最大的 你要盡心盡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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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下來我們來念今天的聖經經節 經節就記載在《世詩記》第六章七到十八節 我們還是一起來念 我們先來念第七節 以色獵人 因你獵人的緣護 不求耶和華 第八節 耶和華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裡 對他們說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 我曾領你們從埃及上來 出了為奴之家 救你們脫離埃及人的手 並脫離一切欺壓你們之人的手 把他們從你們面前趕出 將他們的地賜給你們 又對你們說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你們住在亞摩利人的地 不可敬畢 不可敬畏祂的神 你們盡不聽從我的話 耶和華的使者到了俄羅拉 坐在亞比底線族人約阿師的像樹下 約阿師的兒子積電正在酒鎖那裡打麥子 為要防備米店人 耶和華的使者向基電顯現 對他說 大能的勇士阿 耶和華與你同在 基電說 主神阿 耶和華若與我們同在 我們何至遭遇這一切事呢 我們的列祖不是向我們說 耶和華引我們從埃及上來嗎 那那樣奇妙的作為在哪裡呢 現在他卻丟棄我們 將我們交在米店人手裡 14節 耶和華觀看基電說 你靠著米的能力去從米店人手裡拯救以色列人 不是我拆檢你去的嗎 15節 即便說 主阿 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 我家在馬拿西之派中是至貧窮的 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 16節 耶和華對他說 我與你同在 你就必激打米店人 如激打義人一樣 17節 今天說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給我一個證據 使我知道與我說話的救世主 第18節 最後一節 求你那樣讓你開這裡 等我揮回將體悟帶來 空在你面前 主說我必等你回來 好 那我們今天所要講到的題目是 建立大奴的勇士 我們來補充 快打 我们下期再见